在2020年,我們看到人的智慧被摧毀,並且被顯明 而因為這樣,我們對政府、藥物,甚至我們的教育制度都失去了信心 但正正在這個時候,智慧的聲音在街上發出 他高聲的呼喊在街市上呼喊,就好像號角的響聲一樣 而他這樣說,智慧在街市上呼喊,在歡呼著發聲 在熱鬧街頭喊叫,在城門口,在城中發出言語 我有亮光,我有能力,那些尋找我的會找到我 每一個尋找我的,都找到生命 而我想作為一個媽媽去跟下一代說 我們深切的渴望就是你能夠找到智慧 因為智慧是很寶貴的,所以你去尋找他 有時候你要花費你所有的一切去尋找他 你就尋找他,好像尋求隱藏的真寶 你就得以明白,認識耶和華,敬慰他 也要認識著 聖靈我們這樣吐功 就是當你的聲音在街市上發聲的時候 是會很清晰的 而所有尋找你的都會找到 因為你是真理的靈 你是我們的指導 我們的老師,也是生命在你裡面 Amen